大家好,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这盆鲜眼球 鲜眼球一个月前给它喂了四粒磨肥 现在的长势是特别的好的 而且已经冒出了四颗花苞 还一朵花了 在每一个角落买了余绿的 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磨肥 这种磨肥肥肖可以长大半年的 因为这种是小颗粒的大颗粒的 可以长大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就在网上购买了一瓶这种小颗粒的 一瓶就能够养了比较多的植物了 而且无臭无味 更不会吸引一些虫害 比如说蚂蚁蟑螂等等一些虫害的 它也是植物所需要的养分 它也是一种通用型的磨肥 最大的特点放多了也不会造成肥害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特点 里面所谓的零元素美元素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光花植物使用 最大的特点它不容易溶于水 它的根一旦触碰到了 它才能释放养分 这种磨肥耐高弯的一种颗粒 吸烟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就是给它喂了四粒磨肥了 现在这个长势大家也看到了 开花了 是比较饱满 比较壮的 捏着硬帮帮的 是没有时间去照顾的情况下 可以给它放几粒这种磨肥就可以了 后期的吸烂的喂水 这是比较的简单的 就是我们下班的时候发现它的水分 就是防毒中的水分一旦缺乏了 就吸烂的要一圈 喂点水就可以了 不用再吸任何的肥料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下次再见